大家好,我是采鸣飘飘 我现在是在福建厦门的海湾边上 对面那一片就是厦门著名的古浪雨 它是要做那个轮渡才可以到岛上去的 看,这一艘轮渡就是往那个古浪雨岛上去的 很多人说厦门是一座充满文艺气息的海滨城市 也是我国最美的城市之一 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这座厦门市 厦门别称鹿岛 位于福建省东南部 西滨漳州、北陵泉州 东南与大小金门和大丹岛隔海相望 是东南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港口及旅游城市 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感兴趣的可以百度搜索国内海岛旅行 了解更多信息 厦门靠海且四面环海 岛屿上风光以泥 四季气候如春 素有海上花园的美誉 空气质量在全国可排进前十名 绿化覆盖率达到了45% 这里的气候是南亚热带海洋寄风性气候 属于武东区 年平均气温在20度左右 气候舒适宜人 微风不躁 刷上一辆共享单车 骑行在海边 海风轻浮在脸上 你会发现 人世间的美好不过如此 我们现在高空看到的 就是厦门最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 古浪雨 因岛上西南方向的海滩上 有一块两米多高 中间有洞穴的礁石 每当涨潮水浪击打礁石的时候 声音很像是在雷鼓 人们称为古浪石 古浪雨因此而得名 古浪雨的面积仅有1.88平方公里 但全岛的绿化覆盖率 却超过了40% 民族英雄郑成功 曾在岛上建造水超台操练水兵 后来为了纪念郑成功 就在岛上修建了一座巨型雕塑 现在也是古浪雨的标志性建筑 在岛上还有很多 以西洋风格建筑的别墅 遗址 名人故居和其他国家的领事馆就职 著名作家林雨棠 著名医学家林巧志 还有烈士丘景的故居 都是在古浪雨上 进入到古浪雨只能坐轮渡上岛 现在上岛的码头是有三个 轮渡码头 东渡游轮遵循码头 和海舱松雨码头 轮渡码头是白天本地居民上船的码头 外地游客只能傍晚再次乘坐 或者去另外两个码头乘坐 在这也提醒一下大家 进入古浪雨最好提前购买好船票 因为每天的船票是有限的 高峰期的时候 当天肯定不太好买 来厦门 中山路步行街也是很值得逛一逛的地方 它是厦门最老牌的商业街 代表了厦门的繁华 富有和时代韵律 步行街里还保留较为完整的旧城街区 名人故居和人文古迹 这里以南洋棋楼建筑为主 琳琅满目的各色闽台特色小吃 构成了与众不同的魅力 中山路是厦门人的骄傲 厦门游玩景点有很多 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古浪雨 湖里山炮台 中山路步行街 厦门大学 山海森林步道等等 除了古浪雨 还有一处有名又特别的沙滩 也是很多人必打卡之地 它就是一国两制沙滩 位于厦门黄错海边环岛路的中段 在北侧的路边 还树立有巨大的标语牌 一国两制统一中国 这里离金门岛非常的近 站在沙滩上就可以看到对面的金门岛 连岛上的房子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厦门是一座美食之城 特色美食种类繁多 品尝当地的美食 也是了解这座城市的另一种方式 不论是人气旺盛的步行街 还是藏于小巷之中的门面房 到处都有当地美食的诱惑 沙茶面 土笋洞 姜母鸭 烧肉粽 海力尖等等 都是厦门的特色 如果你也喜欢美食 来厦门时可以尝一尝 慢节奏 慢生活 是厦门这座城市给我的感受 在这里 时光仿佛被拉长 能够放缓生活的节奏 享受此刻的敬意 这座海滨城市 靠着独特的文艺气息 吸引着无数人对其心生向往